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acle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就要学习Oracle的另外一个客户端应用工具 就是PeerSQL Developer PeerSQL Developer这个工具呢 是大家非常常用的一个Oracle的图形化的客户端工具 上次课我们有介绍一个字符端的客户端工具 就是SQL Plus SQL Plus呢,虽然是Oracle本身提供的也比较好用 但是呢,由于它是字符界面 所以呢,很多程序开发人员呢 比较喜欢使用图形化的这样一个开发工具 PeerSQL Developer 今天我们本次课呢,就会简单介绍一下 PeerSQL Developer的安装和配置 好,现在我的电脑是没有安装这个 PeerSQL Developer的 我们现在找到 找到这个PeerSQL Developer的安装文件 我这里安装的是9 同学们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些新版本 双击 它说,You are about to install PeerSQL Developer 9.0.1 你即将安装PeerSQL Developer 好,点击下一步 稍等一下 OK,它说在Extracting Files OK,好,出现了一个协议 选择I agree 装在哪里呢? 其实随便都无所谓 D盘,C盘都可以 我们装在D盘好了 选择下一步 OK for current user OK,没问题 Next,finish 其实非常简单 你们可以装一个汉化版的 如果觉得我这个好像是英文版的 它会装得很快 OK,它说PeerSQL Developer 已经installed successfully 成功安装 关闭 OK 好 现在消失了安装程序 接下来我们到桌面看一下 出现了一个PeerSQL Developer的一个图标 当我们双击它 它其实会自动识别 如果你的机器上已经装了Oracle数据库服务器 它会自动识别 弹出一个登录的一个窗口 好的 现在这个登录窗口就弹出来了 要求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能登入数据库 因为数据库它的安全限制啊 决定了它必须使用用户和口令的这样一个登录方式 那么登录的数据库是什么呢 虽然这里显示的是数据库 实际上哈 这里配的是网络服务 因为上次课呢 我配了两个啊 配了一个网络服务 叫CindyDB ORCL是原有的一个网络服务 所以我这个数据库哈 点击下拉框会出现两个 但是不管哪一个网络服务 实际上连的都是我本期的Oracle数据库 连的是同一个数据库哈 我就随便选 选这个也行 哈 选下面这个也行 用户名呢 我假设还是Squart Tigle用户哈 你们如果是新装Squart的Tigle用户 没有解锁他的话呢 还得先解锁 好连接为什么呢 这就是一个角色 角色分别是普通角色哈 系统的DBA管理员角色 以及系统的操作员的角色 我们当然是以普通用户的角色 这样一个登录哈 如果你用这个系统管理员 实际上虽然你是用Squart的用户登录 实际上你的当前用户是SYS 所以我们选择连接为LOMO 点击确定 好 现在弹出了一个PR SQL Developer的 这样一个配置界面 跳出一个更新的一个状态 我这个地方还是中文版的嘛 还可以 那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PR SQL Developer的使用 首先最上面这一块叫做Collection Collection呢就是一个连接哈连接 Reason呢是最近的一个连接 那接下来这个选项卡叫做Objects 我把它最大化一下 Objects呢是指数据库对象 我这里默认显示的是MyObjects 你们呢如果没有改设置 可能显示的会是AllObjects 不管是My还是All 这里都是显示的Work数据库中Squart用户的一些对象 比方说我找到Tables 找到Tables在最上面 你会发现这里有EMP表 DPT表等等 这些都是Squart用户的表 现在我可以选择文件新建一个什么呢 CQ窗口 CNAC的新 哈 弗洛姆 EMP表 看一下 因为EMP表是存在的哈 没关系 这个是一个bug哈 破解版 没办法 好 CNAC的新 FromEMP以后就会出现一个结果级显示在下面 这代表是EMP表中的记录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因为出于格式显示 它只显示了八条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哈 获取到最后页 这样子EMP表的所有记录都出现了 总共14条记录 好 这个呢 就是PRCQ Developer的这样一个 Work的客户端工具的安装和配置 同学们 你们已经装好了吗 如果装好了的话 我们下次课就要开始详细介绍 Work数据库的体系结构了 好的 我们本次课到此结束 下次课再见